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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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欢迎大家来到真灵云课堂学习空间 很高兴我们在互联网平台 一起学习佛法 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内容 依然是《从人间到净土》系列 第一篇《敬业三福》 前面两堂课 我们对《敬业三福》的第一福 做了简要的说明 简单回顾一下 这第一福所讲的核心内容 《敬业三福》 医者效养父母 奉事师长 《敬业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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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几句话 同学们都不陌生 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所忽略 可能会觉得这些是老生常谈了 有些太简单了 我想学习更高明更殊胜的佛法 这些基础的内容就可以省略了吧 其实最高明最殊胜的法 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佛法重在实践 而不在于理论和知识 我们要把这几句话 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始终强调 是用享福的态度 享福啊 就是我们现在在受用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这是多么温馨 多么幸福的画面 学习佛法就是从当前的家庭环境 人事环境开始的 一开始学佛 我们可能迫切地想要达到某种境界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现实无法回避 我们需要面对生活中绕不开的人 我们需要用更好的态度 去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情 所以校养奉事放在最前面 以父母和师长作为培养这一种好习惯的缘分 这总是很亲切了吧 如果在这里我们这个习惯能够养成了 走向社会自然而然 就会有一种雅量去包容更多的有缘人 乃至于更多的众生 这就是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推广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就是佛法运用在生活中 学佛真的是过幸福的生活 佛法是幸福生活的方法 当下学马上启动幸福的心念 想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心怀感恩 感受幸福 不必总是抱怨生活亏欠我们什么 我们要多想一想 我们要多想一想 生活给了我们哪些奖励 有这么多人在身边陪伴我们 这是多好的生活 如果之前我们不善于面对经营 接下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用更好的态度去面对 这就是从人间走向净土的第一步 这一步就是心念开始启动了 对于净土我们心想往之 对于诸佛菩萨的生活 诸上善人的氛围 我们很羡慕 很想融入 但如果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心态 如何与他们接近呢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大体是这样的 我们想要过更幸福的生活 肯定要主动培养更为幸福的心念 这一种用心习惯 正是佛法所说的觉悟 什么叫觉悟啊 终于认识到 我可以用更好的态度 面对同样一批人了 而不是等着这批人变得更好了 那样我们会很失望 会很失落 最终将会失去一个自我上进的机会 那是属于被动消极 那是被命运捆绑 那并不是佛法所倡导的 所以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有很多人 比如过年的时候 就很在意 要问一问 这个牛年啊 自己是不是犯了太岁 要不要破破什么 经常会有人问 过年的时候更热门 插播一下公益广告 在佛法中并没有破太岁 这一说 小心点啊 这么说可能会 挡了很多人的生意 但是这个原则大家要知道 破太岁一说 出自民间 并不在佛经 这一点大家 学了佛法之后 要理性看待 佛法并不排斥 但是也不倡讨 这就像命运一说 很多人讲有没有 你觉得有 他就有嘛 这是佛教说的吗 佛教没有这么说 那佛教对命运怎么看呢 佛法仅仅是告诉我们 命由心造 还由心改 是告诉我们 怎样更好的 去操控自己的命运 要不然 我们还觉悟干嘛呀 还修行干什么呀 是不是 早早就告诉我们 现状肯定是 不尽人意的 如果我们觉得 不是很完美 那太好了 赶紧的从自己开始嘛 修行 越修 越修就越行 而不是被动的等着 某种好的机遇 果报 来到自己生活中 已经来的 那是我们过去所修的福报 现在我们要很清醒 不管过去我们修了多少的善业 我们所享受的福报 都有用尽的一天 所以要不断的充值 要不断的刷新 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这就是 学了佛法之后 生活的动力 这第一福 在归类的时候 把它归为人天福报 就是属于现实生活中 大家能够看得到的 幸福生活 果报 这么操作 一定会感受到幸福 因为操作本身 它就是幸福的 就是我们心里面 动这个念头 以效仰之心 以奉事的行为 面对生活 以爱心善意善待生命 生活 生活 本身就是幸福的 不是说再去创造一个幸福 再去追求一个幸福 不是 那是在此基础上 不断的去加分 即便现在 没有什么改变 内心就有满满的幸福喜悦 这就是真正的觉悟 法喜 常在 其乐无穷 今天晚上 是个 非常 值得 纪念的 纪念的 时刻 因为农历 腊月初八 就是明天 是我们 慈悲 智慧的 佛陀 吉祥成道的日子 就是明天 就是明天的 黎明时分 时空穿越回去 镜头推进 在 佛成道的前一天晚上 就是今天 这个时候 我们的太子 我们的太子 这个时候还是太子 正在菩提树下 家夫而坐 入圣身禅定 大家 联想一下 我们的课堂 是云课堂 什么叫云课堂 云课堂就是 跑来跑去的 云行自在 可以是这里 可以是那里 可以是今天 也可以是任何时候 这非常符合经上说的 云识 云识 就是超越时间 某个片段的具现性 它是一个完整的时段 佛成道前 到底在做什么 它怎么 它就成道了 成道是怎么回事 它成道之后 它开了新闻发布会吗 谁知道它成道了 学习佛法的朋友们 已经学佛的同学们 对这些问题 应该 会有些兴趣 所以明天晚上 我们会单独 做一个说明 今天晚上 大家 先 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互动 佛 成道 就是 圆满 觉悟的 生活状态 开启了 那 他做王子 难道 还不够幸福 不够充实 不够美好吗 应该 应该 是很幸福了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 那是令人羡慕的身份 很多人 终其一生 却追求 都未必 都未必 能有这样的生活 他 放弃了 所以今天 我们学的这一堂课 其实 一堂词 是非常应景的一堂课 就是 受持三规 二者 受持三规 聚足众戒 不返 微 疑 这是在前面 人间 幸福 生活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对幸福生活 有了更高的 定义 对个体生命来讲 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讲 对幸福生活 应当有更高的追求 这个更高的追求 从时空 这两条线 去定位 从时间上 幸福生活 应该可以更长久 不是眼前 这几年 这几十年 这一生 应该可以更长久 最好能够够长久 从空间上讲 不仅仅是在这里 是在任何地方 无尽的空间 都能够 保有幸福 那合在一起 就是长长久久 一切处处 那这需要我们 对生命 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所以 这二者 受持三规 具足重界 不犯 威仪 是正是 是 对生命的完整真相 我们 开始 去了解了 或者我们可以 这么去说 真正学习佛法 是从这里开始的 前面 即便不学佛 幸福生活 也需要那样做 也需要那样做 那有很多朋友就会说 既然如此 我为什么还要学佛呢 好 第二福就跟着来了 因为幸福要长久啊 因为幸福 要多元化 要广阔一些啊 我们总不会认为 幸福只有这么短暂过去 我们就心甘 情愿了 总是有点遗憾嘛 那可不可以更长久呢 可以 但这有个前提 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得认识到 生命的 长久性 这个长久性 是不得已说的 长久对短暂 所以 这受持三规 就是正式 学习佛法 一般从这里开始 好 今天晚上 我们重点说的 就是受持三规 受持三规 通常称为 受皈依 受 别人给我们东西 我们接过来 这叫受 接受 接受过来了 所以皈依是什么意思 皈依就是我接受 接受 接受什么呀 接受 三宝 三个宝贝啊 哪三个宝贝啊 黄金 鑽石 水翠 水翠啊 不是佛 法 生 三个宝贝 一般我们想到宝贝 马上就想到价值连成的珠宝 没错 那是世间的财宝 但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价值 价值 更为独特的呢 佛 法 生 这是宝 先要强调它的独特性 佛 法 生 各位同学 如果今天这堂课 有准备要受三皈依的新同学 要特别仔细听 已经受过皈依的老同学 我们也温习一下 皈依 不是仅仅举行个仪式 而已 当然仪式有它的必要性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从仪式中 接纳过来 接纳什么呀 接纳佛法生三宝 我接过来在哪里呀 是个证书吗 不是 这个接纳的意思 就是 一下子我们认识到 原来 这个宝贝早就装在我们口袋里了 妙法莲华经上 有个非常形象的辟语 一笛明珠 就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个人早早就塞到我们口袋里 那个无价的宝珠啊 大家摸摸口袋 在口袋里呢 早就塞进去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 忘记了 忘记这个事情就叫米 现在惊人提醒 在你口袋呢 有三个宝珠 我们是伸手一摸 哦 还真是的 这个伸手一摸 一回过头来去发现这三个宝珠 就叫龟一三宝 龟是什么 回过头来 一是什么 这下发财了 是发财了吗 不是的 你本来的 你本来就有这么多财富 只是以前 没人告诉我们 所以 叫龟 龟是什么呀 龟就是 回过头来发现 这三个宝 本来就有 佛 法 生 是宝 我们重点说说 这三个宝贝 各位宝宝 这三个宝贝 佛 我们很熟悉 这个字我们很熟悉 但是 这个宝 我们确实有点陌生 还需要不断的去解读 去说明 去宣传 佛 汉字 大家写出 这个字 仁字边 先写出来 仁字边 然后 一个福 合起来 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佛 汉字 它是从古印度 梵语 读音 翻译过来的 全称 叫佛 陀 也 完整翻译 有三个汉字 省略尾音 简称佛 陀 再省略 简称佛 佛 现在我们习惯 就称佛 就是最省略的 称呼 佛 什么意思呢 觉悟者 佛的本意 就是觉悟 不复杂 不复杂 就是觉悟 谁觉悟 后面就是那个者 觉悟者 那谁都可以觉悟吗 理论上讲 所有生命都可以觉悟 那什么叫觉悟呢 我可不可以说我也觉悟了呢 可以 觉悟 是需要不断的去 开显的 现在叫提高 叫提升 所以有人就说 那佛他觉悟了 谁承认他的 各位同学 这个觉悟 是有标准的 这个标准 是需要 让大家 能够 理解 认同 而且 能够启发人的 这个觉悟 通俗的讲 有自觉 有觉他 有圆满觉 自觉就是觉悟 这个事情 首先 如果用在人身上 这个人 他肯定 是很通透的 绝没有一个人说 我觉悟了还整天那么纠结 整天那么烦恼 整天 那么阴暗 那肯定 不是觉悟的样子 觉悟 现在的说法就是 这人是很通透的 这不需要通透给别人看 这是自己 活成一道光 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叫自觉 神学 终于认识到 原来生命是这样精彩 自己这个生命是这样精彩 曾经我辜负它了 我们以前 没有善待它 把它变得很痛苦 所以很多人说觉悟 觉悟到底怎么样一回事 什么境界啊 能感受到吗 很简单 觉悟的生命 就是一道光 走到哪里 哪里亮 它不需要开血 就是真觉悟了 自觉 这最起码的 不再纠缠于任何 所谓的烦恼 这是起码的 为什么呀 因为生命本应如此 觉悟就是正常了 正常就应该这样 觉它是对其他一切生命 真诚的尊重 而不再是客气礼貌 是真诚的 什么叫真诚 平等 对一切生命 平等的尊重 什么缘故呢 因为 见到生命的平等性了 圆满的觉悟 就是再也没有死角 光明变照 所以佛最初 为大家说的一段话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觉悟 我们现在讲 皈依是先讲佛 这个佛 觉悟 我们要有一个最起码的 认知 学佛就是学觉悟 皈依就是回过来 我们过觉悟的生活 我们过觉悟的生活 如果我们 这个地方能够明了了 这一进门就很敞亮了 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佛法 那是一片光明 请注意 这个光明不是从外面照进来 是我们心 照出去 觉悟一定是从内在开始的 不是从外面 所以先从自觉说起 佛最初为大家说的一段话 就是所有的生命 都有平等的智慧 得能与向好 只需要每个生命自己发现 谁发现 谁觉悟 先觉悟还是先发现 没有先后 发现即是觉悟 觉悟即是发现 原来如此啊 原来我一直在跟自己过不去 我误以为生活中的很多遭遇 辜负了我 我觉得世界抛弃了我 今天才明白 原来是我误会了世界 误会了生活 原来如此 这就叫 皈依佛 各位同学 这是皈依佛的实质内涵 形式上 佛是老师 那我们开始学习 会合掌 删称 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是老师 尊敬的老师 不是神 补充一点 佛法是无神论 什么叫无神论 就是不承认宇宙中有某尊大神能主宰一切 你们说了你们佛教讲 谁创造了世界是佛 不是 那我们信的是有什么什么创造 自作多情而已了 能创造他应该是有主宰权的 那好吧 你让他改改我的心念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PK一下吧 如果现在他能把我心念改变 我相信是他创造的 如果不能一边玩去吧 这如何制圆其说呢 所以对这个事情 是可以论证 可以分析说明的 那佛是不是创造了世界呢 佛不创造世界 千万别误会 那世界到底谁创造的呢 谁谁了 世界是世界人创造的 那源头在哪里呀 源头就是你我他呀 就是我们大家呀 再问 再问就是大家的心 是由众生的心所创造的 所以佛法说 圆其生万法 万法由心而生 心生则种种法生 这个世界是紧密互联互动的一张网 它是多种元素组合在一起的 那最初的那个元素呢 就是每个人的心念 本质上每个生命平等 心念也平等 这个事情可好玩了 为什么叫心念也平等呢 你说佛度众生 佛经常说佛度不了众生 为什么呀 那是众生给面子 怎么说众生给面子 这个众生他在愿意配合 然后佛说的话才会起作用啊 如果这个众生他固执地认为 我就这么苦你别管我 佛帮不上忙呢 真的帮不上忙 他这个固执的心念能改吗 佛改不了他 佛承认改不了他 为什么改不了啊 因为没有心念可以改 众生物以为有 可是这个力量 是平等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感情用事 认为佛是很厉害的 佛可以摆平一切 别别 这样理解是感性的 佛是老师 佛告诉我们怎样操作 如果我们依佛所说的去操作 可以说那是佛保佑我们了 佛帮我们了 如果我们并没有按佛所说的操作 别怪佛没帮我们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佛只能帮我们到这里了 就是方案都给了 有N个方案 你任选一个都行 要用的 如果不用 爱莫能助 佛是老师 老师不能代替学生 完成考试 不是老师没这个能力 老师考试了 那还是老师的事情 这学生最终 还是要面对的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称佛是老师 这一开始就很清醒了 大家来学习佛法 很多时候呢是感性的 就认为佛很厉害 我拜拜佛我求求佛 或者我皈依三宝了 就等于拿到护身符 有保护闪了 然后我就所向披靡了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都顺风顺水 佛会按我的意思来的 各位 保护费交的也太少了 是这样理解 那佛不是亏本亏大了 这心情可以理解 但操作肯定不能这么操作 所以这一堂课 要把实质性问题说透 要不然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含蓄 总认为佛是慈悲的 佛很多事情都可以帮我们 代替我们 但我们并不清楚 佛最希望帮我们的是什么 佛是老师 释迦摩尼佛 这位好老师 他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跟大家聊天 现在叫聊天 分享 专业的说法 叫讲经说法 汉传佛教传统的两句话 讲经四十九年 说法三百余会 就是释迦摩尼佛三十岁 觉悟成佛 八十岁入班涅盘 中间这四十九年 昼夜不停 就是讲经 怎么叫讲经啊 就是聊天 你看我们所有的佛经 那场景投射出来还原 它就是聊天啊 有人问佛就回答 有来有往 说法就是多种形式的聊天 必要的时候互动一下 举行个仪式 各位核心的内容 没有改变 就是跟大家交流互动 佛是老师 他行走在人群中 他脚踏地面 他并没有高高在上 各位同学 不要见外 有人说 我很羡慕 生活在佛陀那个时代 能够遇到佛本人的那些人 羡慕 真羡慕 生殖佛是 难 但现在 我们也非常幸福啊 我们遇到佛法 佛的形象在 佛所说的这些经典在 但我很想跟佛聊聊天 可以多读经 这就说到法 佛所说的这些智慧的方案 经过弟子们记录 流传到今天 我们称为经典 就是法 这第二个宝 佛是宝 好老师啊 他能给我们提供 源源不断的智慧方案 那如果能够当面遇到 是最好不过啊 如果不能当面遇到 那方案还在啊 所以我们按顺序 法 重点说定 法是什么呀 法就是方法 这样很通俗了 所以很多人说佛法 经典里面讲些什么呀 有人觉得经典很 玄妙 难以理解 翻译过程中 根据每个时代的文化背景 它的呈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今天 我们可以用更通俗 更简洁的方式来理解 经典就是教科书 经典所说的内容 就是幸福生活的方法 专业的表述 叫离苦得乐 你看 地藏经一开端 诸佛赞叹释迦摩尼佛 就是这一句话 赞叹释迦摩尼佛 什么呀 知苦乐法 他知道哪些是苦的 告诉人们要远离 哪些是真正幸福的 引导人们要去追求 净土生活的美好 也就是这两句话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多么通俗 比我们讲幸福还要更直白 什么叫幸福还要解释老半天 其实幸福无非就是不要苦要快乐 经上讲什么呀 经上讲的内容都是这些 比如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相信很多同学对心经都不陌生 不少人在研究 心经可玄妙了 到底讲什么翻来覆去去倒腾 他没那么复杂 心经他就讲一件事情 而且这一件事情说了两遍 就在短短的这两百六十个字当中 这一件事情说了两遍 什么事情啊 就是不要苦 那在哪里啊 经文一开端就说 度一切苦 度一切苦 什么意思啊 意思不就是说不要苦啊 这是一开端就说了 别想太多 心经是讲智慧的 什么叫智慧啊 把苦弄没了就叫智慧 研究来研究去 脑袋两个大 越研究越苦 跑题了 肯定跑题了 智慧不是一堆文字 不是一堆道理 智慧就是有效地解开 我们心里面那个死疙瘩 不论是对生活遭遇的误会 还是对所谓的理论知识的这一种研究 一样的造成痛苦 都是需要解开的 最后再次提醒总结 这个方法确实有效 能处一切苦 多么通俗 怎么会难懂呢 难懂的是那些专业的术语 但是这个两句话 大败话 就这么好用 能就是确认他有这个功能 问你要不要除吗 那些苦要不要除掉吗 要除现在除 不行我还不忍心 不忍心你也留着 留着就是苦啊 哪些是苦啊 不论是色还是空 不论是心里感受 还是外在遭遇 无非就这么点事 只要我们 纠结了 现在叫纠结 叫计较 叫疙瘩 经上通常讲是执着 只要我们 在里面纠结不已 一定会苦 没商量 而且这个苦挥之不去 顽固不化 怎么破解呢 我们有方法的 早就装口袋了 不拿来用 这就是法智慧的方案 各位同学 这是皈依的内容 就是大家 学习佛法皈依了 不是仪式参加完了 就没事了 遇到事情 我们还是佛帮忙 佛事物方案全给你了 怎么不用啊 会用 这就是智慧方案 我直接看看不明白呀 好 第三个宝 对现实生活中的 我们来讲 还是比较务实的 生 生 就是出家人这个生 生 它的本意 是和和重 是讲出家的团体 四个人以上 遵守相应的生活制度 一起修行 称为生团 但现在大家习惯上 把出家师傅都称为生 也说得通 这里我们重点说它的功能 生团的功能 就作为出家师傅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所以这一点同学们 要附带了解的是 很多时候听到有人说 啊师傅 我很想出家 然后 我就会习惯性问 为什么想出家呀 生活太烦了 等我退休老了 师傅我跟你出家养老啊 你得保证 有那么一天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出家绝对不是养老 那出家是养什么呀 出家是养道 养佛 养智慧 养慈悲 养使命 不是养烦恼 养日子 不是 去打发时间 做退休准备的 所以年龄上是有限制的 插播一下 有出家想法的 先把年龄考虑在内 超过六十岁 不论男女 一般就不收了 所以要出趁早 多早呢 当然是越早越好了 你说我出家为了要修行啊 修行在家可以修 那是不是每个人学了佛都要出家呢 当然没有啊 这是专业的传承和传播的团队 先要有这样的认知 出家 他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的修行 他更多的是使命的传承 佛法需要代代相传 佛法需要让更多人听闻到 传承和传播是生团的使命 所以这生保就是出家师父 是有义务 跟社会大众分享佛法的 好 这里重点说到了 就是同学们如果想了解佛法 可以寻求有缘的出家师父 经常互动 那师父是可以跟我们聊天的吗 可以的 遇到有缘的就好 什么叫有缘呢 有时候我们看到可能 有些出家师父不见得 会跟我们有太多互动 也不要误会 每个人的修行习惯不一样 所以说寻求有缘的 就是愿意互动的 那我们出家同学 这方面也是有义务去分享的 为什么啊 这个身份所决定的 从时间上要往下去传承 从空间上在这个时代 要往社会去传播 往哪里传播 就是从身边开始啊 不一定说要举行很大的弘法大会 才叫传播 就是眼前我们欢喜分享 从这里开始 那个宝就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了 在互动的过程中 社会大众也会慢慢的 消除对出家修行人的误会 比如可能有些朋友 在远处观望 总觉得出家人好神秘啊 出家人 是不是 不可以跟他讲话呢 我很想跟他聊个天 跟他拍个照 加个微信 会不会犯了禁忌啊 各位同学 不用有这些顾虑 只要觉得是有缘 大家都可以亲切互动 当然呢 这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互相认知的过程 客观来讲 生是守护佛法的团体 每个出家师傅都有这样的使命 这是责无旁贷的 所以在分工的时候 佛师老师说法 生是助教 是助理 是带学生的团队 教学团队 有义务整理资料 有义务分享给更多人 请注意各位同学 这是佛法最核心的内容 请注意各位同学 再次强调 三宝当中 并没有说地方 地方就是寺院 但是寺院呢 是作为平台 承载佛法生三宝的 可是 如果这个平台没有佛法生的内涵 它仅仅是个场所 就是一个寺院 如果缺乏了最核心的佛教精神 它也仅仅就是个场所 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寺院的理解 也需要更进一步 寺院是做什么事情呢 寺院是传承佛法 传播佛法的地方 那谁来传承 谁来传播呢 生团 出家修行团队 这是三宝 那我们认识到之后 从出家修行人这里 我们理解了佛法运用在生活中 这叫寿 寿是什么呢 就是接过来了 持是什么呢 用在生活中 持就像现在大家拿着手机 手持手持电话 整天拿着就是用啊 要会用的 大家拿着佛法 各位不是拿着师傅啊 佛法生三宝分工明确 理论上佛觉悟法智慧 生和和清静 但在操作的时候 其实就是觉悟和智慧 这三个三二一一二三 就是生他所传的一定是佛法 佛所说的 是离不开这些智慧的方案 而且是由修行者代代相传 让更多人知道的 法是佛所说 由出家修行人守护 并率先体验 以往我们解释 佛法生三宝 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 大家也知道一下 常住三宝 一般我们说 就是住持三宝 和自信三宝 住持就是住在这里 维持佛法的形象 佛像经典出家师傅这个样子 这叫住持三宝 住持三宝 让大家知道有佛法这回事 而后我们举行仪式 比如说有同学说 我们要皈依三宝 有个出家师傅为大家做证明 带着大家念皈依的誓词 就是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就是我承诺 我自愿做佛的弟子 就可以了 而后 通过对佛法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 我们知道 佛是我们的自信 本具的美德 法是本有的智慧 身是清净祥和的心地 这叫自信有宝 自信三宝 通过外在三宝的启发 内在三宝 渐渐发挥作用 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有价值 这叫皈依三宝 过幸福生活 曾经一系列 跟皈依三宝相关的问题 或者说常见的误会 首先皈依 不一定要吃素 皈依不要求吃素 可以体验素食 但并没有要求 必须吃长素 这是一个 第二呢 皈依不是就要受戒了 第三呢 皈依不是就要出家了 这些误会 有很多朋友啊 经常有顾虑说 我很想皈依 但是我不能吃长素 我很想皈依 但是我还有家事 我有工作 好像是要与世隔绝了 皈依没有任何 行为上的严格要求 从形式上讲 他就是自己 有缘遇到佛法 什么时候可以皈依啊 现在就可以 等我准备好 不用准备 现在就可以 需要什么条件 不需要条件 现在就可以 可以什么呀 难道幸福生活 还要等吗 想开了还需要找理由吗 不用 现在就可以 一刻也不用等 只是在形式上 皈依的时候 还有朋友会问 是不是要挑一个 黄道吉日比较好啊 看缘分了 缘分就是 寺院举行皈依仪式的时候 那一天遇到就正好 零门槛 没要求 没有限制 这是皈依在形式上的 说明 受持三皈之后 专业福利大放送 有人早早就打听到 说皈依之后 是不是有些特殊的福利呀 有的 皈依就好比我们学校 报名念书入学了 学生证拿到了 学校认可 你是学生了 而后 学校的保安 负责保护 学生的安全 皈依之后 有三十六位护法神 昼夜守护 为什么呀 是佛的学生了 四天王 派出 顶级的安保团队 来保护这个学生 三十六位护法神 就是安保团队 更重要的是 从这一刻开始 成佛进入道祭时 就是这个众生 肯定成佛 我还不想成了 不着急 说肯定就是早晚的事情 那皈依之后 接下来 我做什么事情 如果很顺利呢 会顺利一段时间 那以后呢 以后会越来越顺 那是要不断学习的 刚入门的时候 老师都会给同学们一些鼓励 上进的同学肯定会考试越来越好嘛 但总要学习 我担心学不好 不要担心 多学就行 没有 没有 关于之后要做什么功课呀 没要求必须做固定功课 但 温馨提示 每天 要带着幸福的心态过生活 比如今天晚上 好幸福啊 明天佛成道 晚上我们就准备好 睡个好觉 佛是成道 我们替佛高兴啊 觉悟大的没有 小的可以有一点嘛 今天晚上我们想开点 原谅所有人感恩每件事 祝福每个缘分 这就是功课 功课 晚课 早上醒来 感恩生命的美好 生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做早晚课的目的就是不断地提醒 不断地反省 让我们的生活始终处在幸福光明的状态当中 这就是归一的大福利 愿大家 生活幸福 学佛 自在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阿弥陀佛 庄与佛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昌 见